你好… 你動吧…Janson,你動吧 特別喜歡搶的 沒錯,他們是火象星座 裡面有一個會形容為超級小三 因為他擁有放蕩不羈的特質 他們就是人馬座 他們是超級不復書 最重點是甚麼 覺得我一定會錯誤 人馬座永遠都覺得 自己在做小三時不是小三 我只是在等候坐正 我不是小三 人馬座不需要做小三 萬一我喜歡的女生有另一半 我一定有三個原因會去 第一個原因是 我一人馬座很熱愛自由 不會受任何規條影響 我喜歡就去,你有男朋友不要緊 只要對手一人,快點去解決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她是男朋友 我放棄,我一定會後悔 我怎樣也會先去 第三個原因是我覺得我不會輸 我覺得很快就只是正恩 即是坐正和未坐正的分別 沒錯,他們完全擁有超級小三的特質 我認識一個人,他是我的同事 又在現場 他做過一個人生中最不似的事 就是吃朋友的另一半 那個人是誰 你還可以跟他走出來嗎 我覺得在我們開會的時候 你自己走出來 為甚麼沒走出來 是他,他自己走出來 對,對,對他走出來 對他走出來,回應了 我覺得在開會的時候 大家明白錯了 那件事不是這樣的,誤會… 你說出來聽一下,誤會 我有一個兄弟 我很喜歡他的女朋友 但因為他是我的兄弟 所以我沒有追求過那個女生 直到他跟他分離了 我便有確認,我問他真的分離了 我問過女生,又問過兄弟 真的分離了,說別這樣 那時候我已經行動了 我便去追求那個女生 追求後是成功的 但後來他們又在一起 你那個女生是甚麼星座 她們兩個都是水平座 即是沒有確認 是這樣選的嗎 所以我不是小三 這個故事是道德問題嗎 我不是小三 我剛聽完小占這個故事 我記得自己遇到同一件事 發生在自己身上,就是被冒失 但如果單一是一件冒失的事 我覺得不是最強小三 而是因為揭發了他這樣之後 我們在朋友圈內公開 原來這個男生是同樣的事 是在自己的兄弟、女朋友身上發生 我覺得最不齒的事 就是吃朋友的另一半 那個人是誰 在這裡 你可以站起來 在世界中心呼喚 謝謝 重點是甚麼 我覺得我一定會坐正 我真的很好勝 而且我喜歡的東西 我一定會爭取 我喜歡就去吧 你有男朋友不要緊 對手只有一個,就快點去處理他 第二個原因 我覺得很快,我只是正印 對號入座 今晚11時 ViuTV 我喜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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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的東西